前两天在网上买的一个锅盖终于到了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锅没有锅盖 所以导致煮东西特别慢 正常5分钟能煮完的东西要煮10分钟 所以买了一个锅盖 这个锅盖构造非常简单 就这几个东西看 还送了一个小螺丝刀自己把它拧上 现在看一看这个大小合不合适 这是我的橱柜 里边东西特别的多看 东西太多了 这些已经是精简过的了还这么多 我的小锅在这里 这个炒锅好像是花了100多买的 不错正正好好 以后煮东西效率会大幅度的提升 我特意买的是这种纯不锈钢的 因为没买玻璃的 因为在车里边用的话 怕开车电波呀 玻璃容易碎 所以我特意买了这种不锈钢的 而且是接近于瓶的 瓶盖 看到没 没有什么幅度的 没有什么坡度 不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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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沾地方 炸鸡点的是烧烤味的 看一下 我没吃过这种整只的炸鸡 以前买的都是那种鸡块 五股鸡块 这种整只的第一次吃 先掰一块鸡腿尝尝好不好吃 它这个鸡的内脏应该是抠出去了 是吧 看一下这里边 哦 没有内脏 应该是抠出去了 鸡腿 上面撒的是烧烤料 看一下 还行 已经没那么热了 因为我 刚才是半个小时之前吧 骑电瓶车出去买的 然后 路途很远 回来已经凉了 因为外面下着雨 现在还下雨 还行 有一点点淡 淡一点不要紧 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之前在麦当劳点餐的时候 上去的这个番茄酱 看 喝点番茄酱 这么一吃就不淡了 蘸点番茄酱 尝一尝啊 第一次喝鸡尾酒啊 我天时不喝酒 我没有酒量了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喝醉 这一杯应该没事吧 有一点点酒味 但是主要还是 饮料的味道 吃饱喝足 炸鸡还剩一半 吃不了了 太腻了 吃个桃子 解解腻 现在要是有个冰镇洗锅 就好了 我这车里边的水箱 已经没有水了 200多升的水箱 已经没有水了 停完了 现在呢 用的是纯净水洗桃子 高层们的桃子 高层们的桃子 纯净水洗 上床了 开着小夜灯 准备睡觉 看下小小 看下小小 睡觉了小小 小小好漂亮啊 金发女神 睡觉了 关灯 今天我又吃了个自助餐 现在 我车里边有蚊子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有点热了 车里边特别闷 今天白天这边天气就很闷 车里现在蚊度是29 平时的话这个点 一般都是267度了 今天确实挺热呀 卫生间这边今天刚加的水 刚才突然发现呢 这水在漏啊 刚加了一袋水 满满一袋啊 十升 结果漏了一半 这个袋子我买了 这是第三个了 经常每次都是这块漏 每次都是这里漏啊 用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就得漏 这质量不行啊 我看这两天换一个吧 以后不用这个袋子装水了 不然的话漏的话 漏到别的地方就麻烦了 还好是在卫生间 卫生间这个封闭的话漏不出去 但是这个卫生间说真的 做的这个东西啊 你看 这下边都是打的那种磁白胶 看 这东西时间长了就会 肯定会坏的 一旦坏的话 这里边不是渗水吗 我看看以后看怎么样 把这边加一个不锈钢的吧 加不锈钢罩 以后再说 现在我准备去麦当劳 去吃冰淇淋 有点渴了 也热了 自己在家待着吧小小 我出去了啊 待着吧看家 坐下 坐下 看家吧好 你们说我这天天没正事啊 哈哈 电瓶车刚充满电 然后 就出来 天天下流的 自助餐吃的饱饱了 现在 现在是去往麦当劳的路走 麦当劳 看到个房车 看 这是大额头的私营房车 买了个冰淇淋 在这边溜达溜达 麦当劳的冰淇淋三块钱 肯德基的六块钱 这是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感觉大小的差不多呀 口味也差不多 小火车 我也要玩 浑南之下广场 这边经常演出 前面就是夜市 我已经来过几次了 请教一下沈阳的朋友 浑南区的房子 值得投资吗 我觉得这边说实话 挺适合居住的 因为 人少车少 路也很宽 都是新修的嘛 比较适合居住 房价呢 一万来块钱一平 但是沈阳是前两年 房价刚涨完一波 不知道现在投资值不值得 人还是挺多的 看到没 密密麻麻的 他也不是 居然是 一步的 都在干嘛 中央 昨天中央 那边 是 你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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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